武昌民间武术队大获丰收 共赢得了34块金牌 成了成绩最好的团队 武昌乡村民们为了挖掘十八般武艺 这一民间文化瑰宝 默默地耕耘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西伯会狂欢节中 这支队伍又一次赢得了 众多观众的欢呼 观众接连要求武术队现演节目 成为众多节目队伍中 最耀眼的一支 武昌村十八般兵器 武昌村世代相传的武艺 终于有了新的传人 有了发扬光大的时机 武昌村自从投入了古兵器大操练以来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把习武 变成了第一业余生活 这就是民间传统武术的魅力 武昌村还准备把传统武术 开发成特色的旅游项目 让世人跨近西西 使武昌走向世界 武昌村的人民 武昌村的师弟 武昌村的历史文化内涵 是西西的主要部分 不可分割 民间武术确实是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它非但历史悠久 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 和巨大的影响力 民间武术以其神秘的面目和无穷的魅力 深深地吸引世界的目光 为此西西镇领导决心 要将武昌十八班兵器推向世界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瑰宝 作出贡献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 经国人不断研究发展 规模不断壮大 民间武术家对中华武术的贡献 更是功不可没 最丰富多彩 最富有活力 最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武术 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根源 杭州地区的南北传统权种 有套路四十余种 民间尚有六十五岁以上的各门派老拳师 一百二十余人 同时收集到武术古籍 江南经略等一百余篇 古代兵器 七世余剑 由于多年来南北交流 在南拳中已形成长桥大马 与迅猛中见灵活 与殊柔中带钢斩的新特色 武术界称这种权势为南拳北打 活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拳法 活拳是著名武术家何长海老师 根据武林大师师工江南第一腿 刘柏川的散打步法攻防精髓 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习武精粹 为一体创编的 该拳结构紧凑 步法灵活 攻防兼备 招法多变 是一套不可多得的 积极性很强的实战套路 浙江省特级传统武术教练杨中涛 十几岁跟随何长海大师学武 使活拳发展流传了下来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啊 在那个十几岁的时候 跟杭州的著名的武术家何长海老师 学习基本功 包括那个摔跤啊 牵纳啊 传统的套路 在学武的话嘛就是我的 我的老师 何长海老师 他最主要是精通 各路的那个拳走 我学了这个传统套路里 最好的那个 对我最有影响的 就是那个武林划拳 它就是包括这个 那个打啊 踢啊 摔啊 那个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说 就是一招之谍 就打出去的话 这个力量是比较大的 还有呢 这个它比较灵活 所以叫做活拳 新中国成立以后 百业巨星 民间武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53年 当时任国家提委主任的 贺龙同志 提出了对武术 发掘 整理 提高 推广的八字方针 这对长期以来 流传在民间的 传统武术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中涛 从1965年起 跟随多名武术家习武 1971年 拜师何长海 主要学习实战 对抗性项目 由于习武刻苦 深得老师喜爱 尽得老师 毫不保留的精心传授 和多名武术前辈名家的 实用真传 划拳是我老师的 它是个一身的武艺 这个精华 它自己编织的 所以说我对这个 这个滑拳啊 学得比较透彻 我也很喜欢这一路的滑拳 在这个 几届的这个 国际性的运动会上 或者是神啊市啊 都拿过第一名 在那个第四届全运会的时候 是那个 得到那个优秀奖 练武 练武 对意志品质考验是多方面的 锻炼意志 培养品德是武术作用的体现 传统中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 教武的先决条件 教武育人贯彻在武术教习全过程中 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 一向重礼仪重道德上武重德 激烈的攻防技术和人生修行结合起来 是中国武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 我的老师何长海老师啊 他你不仅是那个武术告明 他这个我们学武先第一点学那个武德 这个武德是很很重要的 你平常喜欢打架的人 学了他的武术也不会打架 他从教育之手 就是那个这个武德是第一的 武德第一 杨忠涛抱着这样的信念 走上了他挑战自我发扬武术的道路 1978年通过浙江省擂台散打 击败对手一百多位 被选入中国第一支散打队 浙江省散打队 1979年参加第四届全运会武术比赛 获得散打武林活拳优秀表现奖 1981至1983年连获三年省市散打第一名 1982年至1990年在温岭地区任职民间武术教练 培养出多名全国省级武术冠军 2003至2004年国际武术比赛中获活拳金牌 武术教练出身的杨中涛 90年之后在温州地区跑起了茶叶生意 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武术的追求 工作之余他还是有空就练练武 也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武术爱好者 能与他们一起切磋武术 杨中涛非常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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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赵林权为基础演变而来 历史上宋王朝南迁时 大批的文人武士随之难以 带来了北方的武术 促使欧越地区空前繁荣的理念 南宋一百五十年间 是温州和鼎盛的时期 据有关资料记载 温州在南宋期间 共出五进士三百零五人 其中平阳苍南就有五科状元十二名 五进士两百五十八名 可见武术在苍南的兴盛和历史悠久 南拳至今流传于民间的武术游 南拳刚柔法 雄棋拳 武姬 女神姬 鹤法公柔 猴拳 红拳等 他的理论指导是中国古代哲学的 阴阳未道的阴阳学说为基础 以刚剑柔顺 主动 主静 以及中庸等哲理为支架的 有韵 有动 与你动相连 以一领神 以神领气 以气发力 内练精气神 外练筋骨皮 一点取慧 左右二马 三间成线 四平相衬 五对成架 六合 七星 九节连环 岂如圆月树 落地犹如四鸟炮枝 吞吐沉浮来无影 攻守隐蔽去无踪 这就是苍南南泉之微妙处 在苍南 除了南泉 还有与之相似的南棍 苍南 由于地处江南水乡 河流交错 贪图众多 在很早以前 就因为经常在船上 贪图上发生泄漏 而大量地使用竹竿 木棍一类的物体 而后 慢慢演变形成了 具有一定套路的 所谓的五竹枪 雍正年间 福建泉州南少林被围剿 其中 有多名武功高超的武僧 南逃在浙江苍南一带的民间 以传授少林奉法为生 于是 在原来的民间自创的五竹枪中 又加入了南派少林棍法的套路 到了明朝 烫窝名将契纪光 为了平定日本流串到浙江的东南沿海的海道 又把北方马上作战的长枪 改为陆战的枪棒 随后 经过实战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改进 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苍南特点的长棍 即棍树对练 即民间流传的南棍 特地长出北方马下的兼娱 前� Futten 又满在内 二十位 正代的首歌 随后 苍南无锁 非常鱿 亭 多横 口 苍南南泉泉种颇多 记忆精良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 南泉一度到了 濒临灭绝的境地 南泉老师甚至被称为 墨带泉士 苍南县皮尾和地方政府 极为担心 为了使南泉重新发扬光大 在县皮尾及当地政府的精心组织下 本着挖掘 整理 继承 发扬的方针 寻找苍南的老泉士 挖掘土泉术 开展教研活动等措施 使苍南南泉在线生机 使在第三届国际传统武术大会上 展露头角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展示了苍南南泉的魅力 这之后 苍南县领导和体委 充分调动广大武术爱好者和工作者的积极性 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关系 组织参加各级武术赛事 举办各种武术知识讲座和研讨会 在科学规范的前提下 使武术运动在苍南整个县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使各乡村的群众性武术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乡村领导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 多数乡村举办了群众性武术赛事 为苍南县武术运动 逐步走向规范化的轨道 奠定了基础 2005年 仙介乡举办了第三十届武术会 来观摩者竟达数万人 人山人海场面壮观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 可见苍南的农民对南权之爱好 近年来 苍南各地相继成立了六十多家武术馆 院 社 席会等群众性团体 这些组织的诞生 为普及群众性的武术活动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苍南的南权之所以成绩非然 离不开县领导与体委的大力支持 和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 离不开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心情参与 苍南南权必将在苍南大地上发扬光大 殆许放聚非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